各位兄弟姐妹,今天的四兄金句是天主爱乐捐的人 格林多厚书的九章七节 在这里,圣保禄就劝捐 请格林多的兄弟姐妹为耶路撒冷贫穷的基督徒来捐书 这个我之前都记得跟大家提及过 因为耶路撒冷有很多留下来的基督徒比较穷 有钱的人都走了,不像香港那样 于是保禄就有个使命,到处传福音都去募捐 拿些钱拿回去,寄回去,或者带回去耶路撒冷 去周祭那些贫穷的基督徒 在这里,其实保禄想说出,如果你去捐书的时候 首先第一样就是感恩 因为承认一切都是恩赐 不是自己,就是说我努力,我努力,所以都是我家 不是的,其实是在天主命命之中的恩赐 当然我们自己有付出,有努力 但到最后,当我们去捐书的时候 都是有一份回馈的心 一份感恩的心 除此之外,亦是分享 世界上很明显贫富不同 有人比较聪明,有人比较差 很不公平,很不公道 但是天主正正就是要这样 叫我们学会分享 要彼此相爱 所以去捐助 这个其实是一份分享 还有一个乐捐 保禄在这里写得很漂亮 他说,乐捐 即是要开心的捐钱 那为什么会开心呢? 因为当我们去捐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闯开自己的心灵 好让天主的恩宠 天主给他祝福 都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好像牺牲了一些东西 比如少了一些钱 事实上在保禄的眼中 我们是得着的 所以为什么说天主爱乐捐的人 因为既然我们都打了心灵 天主爱自然就能够进入我们之内 是不是?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平时你去参加尼撒的时候捐多少钱 我不知道你的收入多少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身家 不过最少大概都不要捐20元了吧 记住 天主爱乐捐的人 格林多后书9章7节 编宝 自己少进去 越来越完事 扮演 绕 말� OD